很高興認識你 我們再次見你 首位臺灣卸任總統 來到比利時布魯塞爾 歐盟總部所在地 佈置歐洲議會對中關係 代表團團長安格魯熱情合照 歐洲議會副議長皮齊耶諾 親自接待 比利時綠黨主席 也對蔡前總統主動伸出友誼之手 三人恰好都是對中政策 跨國議會聯盟成員 你好 我的主席 我是Seltzian的主席 很高興認識你 你很棒的模特兒 很棒的政策 非常感謝你 是的 但是我們很感謝 這次政權主席 我們一直在北京 為你 為你獨立的 我甚至於2021年被中國 被捕捉了 我還不介意 我還在送給你 昔日因新疆人權問題 制裁中國官員 不少歐洲議會成員 遭北京當局反制裁 如今同為抵抗中國擴權 站在同一陣線 那麼今天蔡前總統來到這裡 其實主要跟議員們 來敘舊會面之外 也是要傳達台灣 自由民主的理念 並且傳遞說在一些 半導體科技等等 台灣會是歐盟最好的夥伴 他與八十位友台小組議員們 交流了整整兩小時 寫下台歐全新篇章 事後蔡前總統也在個人社群網站上傳與主辦的議員 萊克斯曼共同舉杯的影片 歐洲議會新任對台關係代表團團長安格魯 協日曾訪台 事後也曬出和蔡前總統多張合照 大讚蔡英文是令人印象深刻領導人 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間 台灣成為歐盟真正夥伴 面對北京脅迫時保持冷靜頭腦展現政治精明 也提醒歐盟必須全力防止該區域軍事衝突 另一位長期挺台的前比利時國會友台小組主席達爾曼 形容蔡英文是一位鼓舞人心的女性 稱讚她帶領台灣成為世界上最繁榮自由的國家之一 並引用蔡英文致詞 提及中國犯台將對全球帶來災難性影響 認為歐洲還沒完全理解中國威脅性 台灣卸任總統首度進入歐洲議會 成了最称職的外交代言人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